大家好 我是Matthew黑超 今天有兩件事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國家的網信辦 禁止16歲以下的人士再次直播或出鏡 換言言之 內地以後就不會再有那些兒童網紅 我們一會看看內文到底說什麼 第二件事就是有一個叫做 言語治療 司總公會的成員被捕 涉嫌違反國安法 我們轉過頭看看他們因什麼事情 會被國安處拘捕 影片開始之前麻煩大家幫幫忙 看看鈴鐺著了沒有 Share like and comment 多謝 首先和大家看看 這個言語治療師總公會的成員被捕 這件事就是發生今天7月22日的報道 警方表示國家安全處 經深入調查後 今天在全港多區拘捕兩男三女 涉嫌村謀發佈煽動刊物 違反刑事罪行條例 第10條 被捕男女正被扣查 行動仍然繼續 警方不排除再有人會被捕 被捕人士由25至28歲 警方說他們是一個工會成員 涉嫌於去年年中至今年 村謀發佈分佈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 意圖引起公眾特別視 年幼的孩童對特區政府及香港司法的憎恨 煽動使用暴力及縱使不守法 那當然我們按慣例 我們先看他的Facebook 我們先看他的Facebook 言語治療師總公會 好,我們先看他 有五千多個讚好 有電話 有E-mail 捍衛公義 團結業界 促進溝通 爭取權益 好像很有型 公會 來的 然後我們先看他的主業 OK 現在正在招募下任的理事 這是什麼 親子讀書會 OK 即是假裝活動 這些親子活動 暫時未看到有什麼特別的 昨晚舉辦的 專職醫療專業交流會 OK 假裝這些交流會都OK 好了,這裡有問題 願烈士安息 又一條寶貴的生命 因為運動而墮落 看著兩年以來犧牲的手足 我們又做了 多少呢 OK 明天要準備好黑衫和花 未來的日子 也要加倍努力 OK 這裡已經很晚了 這裡絕對是煽動人 走出來 做一些 有機會違法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因為 他看到的就是 他在分享立場新聞 7月1日這篇報道 這篇報道就是 是趕述 那條肥人 在 銅鑼灣 Sogo 崇江門口 想行刺警察 跟著不遂 再自殺 那件不幸事件 他聲稱這個人做烈士 亦都在網絡上面呼籲著 有看他 網站的人 走出來 準備 黑衣和花 我不知道是不是暗號 不知道 這個報道是有問題 接著一路下去 七一街站 你身為一個香港 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為什麼七一街站有關他事呢 今天工會才肯 銅鑼灣擺街站 派發繪本 楊川青道夫 和公盟團結報 警察 先在多番阻撓 也很仔細地看完我們的文宣 警察表示 當時 楊川青道夫 忍遇太深 其後 我亦 以流動街站的形式 去到灣仔 沿途都有很多熱心的市民 接過文宣 表示支持 我又看不到 他那些 那本什麼青道夫 是什麼 但是 看到的就是 那些 那些 理事真是 都是年青的 都不是 說 很大個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對 真是不大的 那些人 真是 是年青人來的 都吻合 因為剛剛警方的報導 都說 他們是煽動香港的兒童 所以 這些 最 最惡毒 就是這班人 不知道他們透過什麼 什麼 語言 的藝術 或者 有什麼 便利 或者有什麼好處 給那些人 或者怎樣去欺騙他們 令到他們 可以這麼 心甘情願 幫他們 煽動 學生 煽動 那些年輕人 但是 背後那些人 又得不到 法律制裁 所以 希望 警方可以找到 背後的真兇 你不相信 是一些年青人 自發性去做這件事 自發性 組織一個 叫做香港言語治療師公會 自發性 如果他們真的自發性做 就不會叫這個公會 一定是 有個局 有人煽他們 我覺得 希望可以 拉背後的人 成之於法 看來這裡 我們都 大約知道 這個會是搞什麼 那希望 香港警察 能夠盡快找出真相 因為這些 真的是 香港的渣載 這些背後的人 我不是說 那幾個年輕人 是渣載 因為那些 很明顯 他們就是被煽動 除非 他 他 老爸老母 是跟 漢奸有關 如果他是一般普羅大眾的話 我相信他們 打蟲 最初始 是無辜的 最必堅力 他應該是 被蒙在鼓裡 但是 當然 如果你說他是 漢奸的後代 那就另計 我們密切留意著 這個 工會 香港 言語治療師 總工會的去向 有什麼消息呢 我就會再向大家 分享一下 Thank you 第二宗 就是我們中央的網信辦 他說要嚴禁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出鏡玩直播 即是未來內地就不會再有16歲以下的網紅 我們看看內文 新華社 北京 7月21號 中央網信辦 整治網絡飯糰 亂象 等七類網上危害未成年人的問題 首先 大家知不知 何謂網絡飯糰的亂象 我個人上網看過 未必看到 不過我相信 就是網絡兵團 可能就是每個平台都各自有一堆未成年的粉絲 是不停追捧 將它融入了生活 即是太過將生活網絡化的人 特別是年輕人或者兒童 就稱之為網絡飯糰的亂象 因為內地其實所有年輕人都與網絡連成一線 有時候就是 這些事情 國家就看到 現在開始 有些立法的事情 去阻止 危害未成年人的問題 其實是對的 因為網絡文化 你老實說 是 這二十多年 最多二十年 才建立出來的網絡文化 現在上面這個世界有很多漏洞 那麼我們國家 能夠 現在走在全球最領先的地位 因為疫情 以及貿易 以及國家的創新能力 都不同了 的關係 即是現在 我們可以是帶頭 開始 建立在網絡世界上的 套法律 因為很危險的 其實特別是國家 我們國家 為甚麼特別危險呢 因為我們國家是第一個國家 將網絡融入生活 為甚麼這樣說呢 第一個是透過網絡 共享單車 第一個國家是最多人用 流動支付服務 即是我們國家其實是比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早 將網絡融入生活 所以 他 第一個走出來 說開錢要禁止16歲 或以下未成年人 開始做網紅直播 是有他的道理 因為 很簡單一個例子 如果 我們 你要當我們19年的時候 黑暴事件 我們就是有很多未成年的網紅走出來 你記得的會有天水圍一個不知甚麼守護組 有一群年輕人走去和屯門公園在爭執 那些年輕人是十二三四歲 很多這類型的問題 就是因為 他走出來 在網絡做網紅 他有追隨者 他有認同者 而那群追隨認同者 亦都是小朋友 這就是問題來了 在一些沒有人生經驗的人情況下 他 透過網絡 進化成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他有影響力 但是他沒有人生經驗 因為他是小朋友 那就製造了一個亂象出來 所以現在國家就要控制這件事 因為 其實真的 人越大 因為 你處理事情 或者在你的情緒上 你各方面都會冷靜 或者叫做進步過 就是二十年前的我一定是比現在的我衝動 那為什麼這個社會要這麼衝動 為什麼有班人要這個社會這麼衝動 這個是大家值得反思一下的問題 因為他們想那群年輕人走出來發聲 有影響力 就是因為年輕人衝動 社會就會變得衝動 所以 這次國家走這一步 無可否認 全世界 我估計 只有我們中國 因為 這個 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下 是容許到 可以這麼快 和這麼完善 或者有修補空間地 逐步逐步去完善網絡上面的法律 第一條 這個就是 禁止 16歲 或以下未成年人 進行直播 即是做網紅 我不知道 譬如像我們香港的咖啡 那樣 帶了兒子出來 這樣算不算 我不知道 因為 這樣 放他出來 叫做親子下 不知道這些行不行 但我估計就是 針對自己一個的問題 我們看看內文 中央網信辦有關負責人表示 七類突出問題 包括直播短播視頻平台 涉未成年人問題 未成年人在線教育平台問題 兒童不良動漫動畫作品問題 論壇社區群圈等環節危害未成年人問題 網絡犯團亂象問題 不良社交行為和不良文化問題 以及沉迷 以及防沉迷系統和青少年模式效能發揮不足問題 是比較深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遲些留言給我告訴我 我們開一集專門說這件事 但太深了 我都要做多一點資料搜集 如果要說 因為讀已經不是易讀了 是內地的文章 其中 針對直播短視頻平台涉未成年人問題 嚴禁16歲以下未成年人出鏡直播 嚴肅查處炒作網紅兒童行為 嚴金誘導未成年人打賞行為 防止懸富拜金 車飛享樂 賣慘辛丑等現象 對未成年人形成不良導向 很精靜 這裡告訴我們 為何要防止16歲以下人士作出直播 因為我們不能整個國家的年輕人 都肯定要求人打賞你 或者懸富拜金 這樣透過互聯網 給全中國的人看到 其實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不鼓勵這樣做 或者不鼓勵兒童透過網絡直播去 簡單來說就是不想內地的兒童 想成功行捷徑 我覺得 他們一群頂層的思考 總有他們的道理 我們也看看 因為這個也會是一輪爭拗 你說又影響什麼言論自由 簡單來說 香港一定推不了 但是你想想 過去我們 這麼多問題 都透過國家 現在 因為這套新制度之下 他們頂尖的領導人 領導臣 在這裡 完善整套制度 而 將所有問題危機 一一化解了 你過去一百多年 很清楚看到 這一百年特別是 自從新中國成立 或者叫自從 共產黨 開始 在內地 執政開始 所以 你這一刻問我 我經常說 我不想 香港變 你問我香港 如果有這條法律 一定是 很難 可以推進 或者很多人都會反感 我也都會不想 香港這樣改變 但是 內地 他這樣做 又未必是 完全是錯 那 矛盾點 就是狠道 所以 我們應該 更加 應該 好好的珍惜 我們所擁有的 一國兩制 因為 這件事 是我們香港人的獨特優勢 如果沒有 一國兩制 我們根本沒有任何 條件 去與內地一線成事 去作任何比較 希望 不會再有這麼多 語言公會 這些事情 就是 這群人 在這裡 搞到我們 香港的 年輕一代 完全 盲沒了 理性 那就 今集上去 就這麼多了 都有點長了 Thank you 拜拜